第二条路,我们和平相处。 什么都没说地收下了。 小祝荣的夫人并未居住在这里,新月说她娘常年在赤水,所以小祝荣府里的女主人就是新月。 新月知道小妖的性子有些怪,专须又一再叮咛她不要束缚住了小妖。 所以新月给小妖安排了一座独立的小院,除了小妖带来的两个婢女珊瑚和苗圃,只有两个洒嫂丫头,还不住在院内。 小妖对新月的安排十分满意,新月放下心来,留下两个婢女收拾屋子,她带着小妖逛小祝荣府,让小妖熟悉一下她将要生活的地方。 晚上,小妖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小祝荣,是个身材魁梧,五官阴朗的男子,可也许因为常年正是缠身,暗毒劳神,纵使温和地和小妖说着话,她的眉头也是紧缩的,透着疲惫。 小祝荣和小妖说了一会儿话,叮嘱新月好好款待小妖后,就离去了。 新月轻轻的吐了口气,对小妖说,是不是很沉闷? 不过,别担心我爹,他忙得很,我都是好几天才能见他一面,若哪里有事,他敢去处理,几个月见不到也正常。 这府邸虽大,平日里其实就我在家,新月拉住小妖的手,我哥哥也是大忙人,尤其你哥哥来了之后,他更是忙得连影子都抓不住, 很多时候,我想找人说话都找不到,至少我们俩能做个伴。 小妖笑点点头,好。 新月说,虽然你年纪比我大,可我总觉得你什么都不多想,我却试试操心,倒向姐姐。 你不要和我客气,就把这里当你家,不管想要什么,想玩什么都和我说。 小妖笑道,我哪里什么都不想,其实该想的都想了,他只是什么都不想要,所以给新月的感觉是什么都不多想。 小妖和新月一起用完晚饭,两人又说了一阵子话,新月也是个健谈的,把他小时候的事情讲给小妖听。 小祝容掌管中原后,哥哥在赤水,他和娘留在轩辕城,他是在轩辕城长大的,所以他对轩辕城很有感情。 他也去过朝云殿玩耍过,小妖听着听着,反应过来,其实新月和他娘是人质,估计那个时候皇帝还未完全信任小祝容。 所以一边把中原交托给了小祝容,一边却扣押了他的妻子和女儿。 想来新月也是明白的,但他什么都不提,只讲着轩辕城的趣事,自己哈哈笑,小妖也笑得前仰后合。 等新月离开,小妖躺在榻上,才意识到,新月竟然是他的第一个闺中女友。 伴了几百年的男子,没机会和女子这么亲近,恢复了女儿身后,身份特殊,一般人不敢接近。 阿念虽然是他妹妹,可两人在一起不要打架就不错了,哪里可能像今晚一样,边聊边笑。 这种少女间交谈的感觉,和小妖与其他人说话的感觉完全不一样,小妖觉得挺喜欢。 在小祝容辅助下后,小妖感觉很不错。 虽然新月比她年纪小,可新月做女人的时间要比她长很多。 在小妖的成长中,缺乏一个成年女性的引导,小妖跟着新月,还真有点像是妹妹跟着姐姐。 新月叫小妖如何调和胭脂,分析小妖适合什么样子的发际,帮她染脚趾加,告诉小妖,男人更喜欢偷看女人的脚,一定要好好保养脚。 小妖把以前在轩缘城买的花露拿出来,对于草药,帮新月调制了四种很特别的香气,让她春夏秋冬分开用,新月高兴得不得了。 风龙也很有礼貌,即使想接近小妖,可知道刚住到府里,所以一直都回避着。 直到小妖熟悉后,她才偶尔和新月一起来看小妖,她处理得大方自然,小妖把她看作朋友,平常心对待,三人一起说话玩耍,不觉尴尬沉闷,反倒很有意思。 搬到新月这里,练习剑术倒没什么,别人看到也只当她在玩,只是不方便再练制毒药。 小妖有些不习惯,只能翻看医书,练制歇药丸,聊胜于午。 一日,小妖正在配置药草,新月来找小妖,笑道,有个是要提前征询一下你的意思。 紧哥哥要来旨意,我哥哥小时候曾跟着他学习过,两人同吃同住,一直交好。 虽然紧哥哥在旨意多的是宅邸,可只要哥哥在旨意,都会邀请他住过来,但这次你在,哥哥怕你介意,所以让我来问一声。 小妖缓缓道,这么大的府邸,自然是人越多越热闹越好。 西月拍手,和我想的一模一样,我就和哥哥说,你看着冷淡,不容易接近,可实际真相熟了,十分随和见谈。 西月道,你忙吧,我赶紧派人给哥哥送消息,还要去把紧哥哥住的园子收拾好,等紧哥哥到了,我再来找你。 小妖看着手中的药草,突然想不起来,自己刚才想干什么。 傍晚,西月来叫小妖,紧哥哥住的院子叫沐西园,在一片沐西林中,每年秋天,香气富裕,临下坐久了,连衣衫上都带着沐西香。 今晚我们就在沐西园用饭,既是朋友相聚,也是赏沐西花。 小妖说,好。 西月带着小妖往沐西园行去,小妖问,义应来了吗? 没有。 西月撇撇嘴,欲言又止,看看四下无人,说道,这是就咱们姊妹四下说, 千万别再跟人提起。 小妖还不知道,这是女孩子讲别人闲话时的必备开场白,十分郑重的承诺,好。 西月压着声音说,其实,紧哥哥很可怜,义应并不喜欢紧哥哥。 小妖愣住,你怎么知道?义应告诉你的。 义应怎么可能和我说这种话? 紧哥哥的娘是沈氏,我外祖母也是沈氏,我外祖母是他娘的亲姑姑。 紧哥哥的外祖母是赤水氏,是我外祖父的大堂姐,我们和紧哥哥是正儿八经的亲戚。 义应算什么? 欣月眼寒不屑,如果义应不是紧哥哥的未婚妻,我怎么可能和他走得那么近? 那你怎么知道? 女子喜欢一个人时,可以藏得很深,甚至故意做出讨厌的样子。 可真讨厌一个人时,在演示也会从小动作中流露出来。 有一次紧哥哥远远地走来,一瘸一拐,义应一场冷漠地看着紧哥哥,那个眼神。 充满了鄙夷厌恶,我都打了个寒战。 义应发现我在看她后,立即向着紧哥哥走去,亲热地嘘寒问暖,可自那之后,我就暗自留了心,越是仔细观察,越是验证了我的猜测。 小妖以为只有自己看到过,义应对紧的鄙夷憎恶,没想到新月也看到过,义应不是不小心的人,只能说明她真的很讨厌紧。 新月说,还有见是我印象很深。 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去山里玩,男子们都去狩猎,紧哥哥因为腿脚不方便,没有去。 义应却和另外几个善于狩猎的女子,随着男子们一块出去狩猎了。 小妖,你说,如果是你的心上人,因为腿脚不方便不能去狩猎,你会怎么做? 小妖低声说,我会陪着她。 新月说,就是啊,所以我说紧哥哥可怜,后来我哥都带着猎物回来了,义应却还在山里玩, 我哥看紧哥哥孤孤单单,半打曲半则怪的说,紧哥哥把自己的女人纵容得太贪玩了。 我哥那傻子哪里明白,在贪玩的女人,如果心系在了男人身上,自然会守着自己的心。 小妖男男说,既然那么讨厌,为什么不取消婚约呢? 新月冷亨取消婚约,她才舍不得呢? 义应生的美,又自是有才,做什么都想拔尖,可惜她再要强,也只是防风家的姑娘。 中原六大士的女孩子,压根不吃她那一套,见了她都淡淡的,压根不带她玩。 那时候,我还小,她就小心接近我,和我玩好了。 中原六大士的姑娘,才不得不接纳了她,别人见她和我们玩得好,自然都高看她一等。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锦哥哥的娘相中了她,把她定给了锦哥哥,她一下子就不一样了,对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言听计从,软意奉承。 那时,我已经懂事,觉得没什么可介意的,毕竟她是将来的屠山士族长夫人,我自然得使点手段,笼络住她。 慕西元已经快到了,新月再次叮咛小妖,千万别和别人说啊。 恩,你放心。 欣月让婢女把酒席摆在了木溪林中,估计以前就曾如此玩乐过,有一整套木溪木雕的她,按,屏风灯。 灯不是悬挂起来,而是放在每个人的石岸上,一点微光,刚好能看清楚韭菜,丝毫不影响赏月。 座席上,放着两张长方的石岸,中间摆着一个圆形的酒器,盛满了美酒。 锦和风龙已经在了,各自坐在一张石岸前,正好相对。 西月拉着小妖高高兴兴的走过去,自小就认识锦,也未行礼,只甜甜叫了声锦哥哥。 小妖朝风龙笑笑,坐在了锦旁边,西月不好再让小妖起来,只好坐到了小妖对面,和风龙同案。 西月吩咐侍女都退下,不要扰了她们自在。 风龙笑直直酒气,对小妖说,你酒量好,今日可别客气。 小妖和她已混熟,笑称道,别乱说,别人听了还以为我是酒鬼。 说着话,却已经自己动手咬了一勺酒,倒在酒杯中。 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到这里了,感谢您的观看,新剧地带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。 您的鼓励是小编创作的最大动力,祝您好运不断。